有人抨击黄国昌,认为他携太阳花的光芒,不称赞民进党的优点,却常批评民进党 这种说辞太过于含糊,没有说明黄国昌所指责的到底是对或是错 若是民进党真的有该向缺点,就应该督促民进党改进,不是敌势批评者 若是黄国昌所言戏无中生有,当然可以指责黄国昌 至于称赞民进党一事,可有可无,民众并无称赞特定政党的义务 政治人物做对的事当然很多,人民没那份闲功夫称赞每个政治人物所做的事 有人认为执政党永远是对的,若只是少数人如此,情况还好 若有多数人认定民进党永远是对的,不可以批评,那很快会腐化 甚至于变成独裁的民进党 因为有太多奴才支持,会使掌权者为所欲位 当年蒋家就是标准的腐化且独裁者 因为有太多奴才认为蒋家永远是对的 他们认为台湾面临共匪的威胁 为了台湾的安全,要无条件服从蒋家 事实上今日多数的奴才也一样以中国的威胁为借口 蒋家持有枪杆子,并掌握国家资源 逼得想要资源的人不得不当蒋家的奴才 也因为有这些奴才的支持,使蒋家可以稳定地推展独裁统治 政治民主化之后,没有人能强迫人民当奴才 照理说不应该再出现奴才 可是还是有,不少人专围剿批评民进党者 即使这些批评者所说的都是事实 奴才们还是照样围剿 所持的理由也是在中国威胁下 大家应该团结一致,不可以说出民进党的缺点 当年有独派人士对民进党不满 因而在1996年成立建国党 很多民众支持建国党 除了捐献外,还到建国党当志工 但为了要打倒中国国民党 担心浪费票源,还是将选票投给民进党 他们虽然无条件支持民进党 但不止不排斥建国党 还对建国党有相当大的贡献 这一群人不止不是奴才 而且是有很坚定的政治信仰者 由于民进党支持者秉持政治信仰 不盲目当奴才 所以民进党完全不腐化 使该党急速成长 建国党于1996年成立 立即投入1997年的地方选举 不止没有影响民进党的选战 民进党的战机还空前绝后 造成全国绿油油 改制前的台中市及台中县 民进党也只有那一年赢得县市长选举 以前民进党支持者虽然坚定支持该党 但不排斥秉持政治信仰的绿色小党 甚至于帮助小党 所以民进党不止不独裁 更不会腐化 所以在1997年的地方选举 创造空前的夹击 目前则有部分支持者转型为奴才 认定民进党永远是对的 批评民进党的人就是敌人 民进党不腐化也难 还有一种奴才更奇怪 不止敌视批评民进党的缺点者 对不想介入政治斗争者也开火 目前民进党及科匹阵营全面开战 绿营的人可分成三类 绝大部分人对科匹抢攻 及少数人支持科匹 但还有第三类的人懒得介入双方的纷争 真正了解蔡英文及科匹的恩怨及因果关系者 就没兴趣介入 民进党支持者对支持科匹者开战可以理解 对不愿卷入政治纷争者开火才奇怪 是奴才敌视不愿意当奴才者